给2021年的自己写一封信 然后我就开始写了 是吗 写啥呀 我写不出来 我写不出来 我不想回忆了 救命啊 我不想写东西 2021年的袁新月 你好 2021年你遇到了很多事情的改变 也错出了一些选择 看到了你的纠结 改变和成长 事情的发展夹杂了很多遗憾 但是我仍然希望你能够勇敢地走下去 未来不管选择了什么 都能够相信自己 做最好的自己 加油